各位評審老師大家好,我是同摩氣泡檢註的成員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我們專體氣泡船檢註驗 這項概念是在19世紀由瑞典及俄羅斯的科學家所提出的概念 原理是當船在行徑時,在船體形成器木 這樣一來就能大幅的減少船在行徑的主力 1949年底在瑞典的哥德堡全摩事件時進行的這項試驗 但最後失敗了 因為空氣的密度小而水,所以空氣會飄離船體而無法生的器木 雖然這項試驗的失敗,但也啟發我們對於這項概念的創新並加以改良 因此我們則是在船體利用多孔型的材料 所過濾出的大量微小氣泡來讓船體的主力減少 就這項試驗來觀察改良後的結果是否能達到節能的環保的效果 接下來是船體實體介紹測試 製造墓 叫做氣泡盤監督 首先我要來介紹的是我們的動力來源 它是藉由馬達來帶動我們的船舶 讓船舶往前推進 這是我們的調速器 這個調速器的功能就是來調整我們的速率 搭配我們的氣泡量來整合我們的數據 這個電池就是我們構想要在當作我們的發電機 來帶動我們的氣泡胖 氣泡胖主要的功能就是與氣泡密室來搭配 這是我們的重點 氣泡密室的功能就是 將氣壓空氣胖的空氣打入到氣泡密室 那這時候氣泡密室就會產生它的壓力氣壓 那當氣壓大過於我們的海水壓力的時候 氣泡就會從這個吸濾膜 這個吸濾膜 窗出 那它有一個洞一個洞 那產生微氣泡 那微氣泡呢 OK 微氣泡大概 我們當船不動的時候呢 就會大概會在這個地方 提供在這個地方 提供在這個地方 那當我們傳速在加速的時候呢 氣泡就會從這邊帶過來到這裡 那使整個氣泡整個不滿在這個 船底下 那讓它的減少它的阻力 那我們在數據上面叫做氣泡潤滑 那未來它大概可以節省到2%的電能 在總體上減少2%的電能 那在我們數據方法顯示 那日本也有做出一艘叫做 很保險油輪 那它大概可以減少10%的排放量 燙排放量 那對於它的氣泡所需要的動能 是利用我們主機所 抽出2%的肺熱回收 那減少阻力大概可以 大概省下10%的總動能 那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各位 如果將此概念利用在商船上 我們將馬達電池分別假設成 主機及渦輪蒸氣發電機 且將主機產生的廢熱提供給 渦輪蒸氣發電機所需的動能 來發電 供給給空氣潤滑系統 這樣一來既能回收廢熱提高主機的熱效率 又能提供潤滑系統的所需的電能 來減少船體的阻力 那阻力減輕了 主機的粗力負荷也自然也會下降 當主機的粗力負荷減輕 碳排放量也會隨著大量減少 以達到環保潔能的效果 根據我們的實驗數據發現 使用氣泡膜後的船膜便可減少19%的做工 且功率消耗也隨著減少2% 因此我們的結論是當傳輸越快 氣泡量越多 節省能源就越大 證實了這項概念是可行的 現在米茲必須這家公司正在建造一艘 14000tube的巴拿馬型的貨櫃船 並以環保為設計概念 它是取柴油機的廢熱回收的5%來供應空氣潤滑系統 並可減少30%的船體阻力 主機負荷也會隨著減少10% 相信在未來這項概念將會成為造船的新趨勢 也會地球製造更美好的環境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各位的聆聽